現在我們來實作一下這個超音波的部分 那超音波的模擬器也可以玩 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目前這個模擬器只能在電腦上用 你在平板、在手機上沒辦法用 因為那個拖曳的動作有衝突 所以這個部分是比較可惜一點點的 那你看看我們元件裡面有沒有一個叫超音波 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剛剛我們的模擬器這裡 現在呢如果你這個模擬器 你記得要先停止喔 如果你還在預設這個 可以停止一下 這個燈你可以暫時先留著 沒關係 這個燈你可以暫時留著 那你再按一下元件 有沒有就有一個超音波 按著拉出來 那元件不要的就把再按一下關掉 好你可以放到最大也沒關係 或者是就是你自己縮放一下 那麼這個燈我稍微拉到旁邊 這個燈你這樣太稠了 好待會我再來處理 好這邊 你看我們超音波 欸知道為什麼叫超音波到底是有沒有聲音啊 你覺得有沒有聲音 有啊只是你聽不到而已啊 蝙蝠會不會發出聲音 蝙蝠會不會發出聲音 蝙蝠也是用超音波啊對不對 所以你看 看這邊 有沒有看到你叫BCC 這個 它有四個腳位 這個就是我們的電源 這是我們的電源 那另外呢,有沒有一個GND,這個就是接地 這個Echo應該常常聽過吧 Echo是什麼,回音嘛 表示我們超音波其實有一個是發射的 一邊發射出去,然後呢一邊負責接收 所以他就去計算什麼 出去跟回來的這個時間差,就知道那個距離嘛 所以呢,這個是發射的腳位,這個是接收的訊號 所以我們在超音波四個腳位 除了一個電源,接地,還有就是兩個訊號線 那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呢,你看我把它往下 這裡,電源,我們原則上接5伏特或3.3 在這邊都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實體真正在接的時候,大部分我們會接5伏特 或者是接3.3其實也可以啦 那這裡有一個接地的部分呢 接地的部分,我用這樣放大,你會看得比較遠 接地,接地你可以直接接這邊也可以 或者你要接下面都沒有關係 那我剛剛講過了,你可以讓它好看一點 不要這麼亂 好,就稍微把它拉開一點點 這樣你比較不會覺得說,好像那個線都會怎麼樣 就會打架齁 稍微把它拉開 OK,那 訊號線,我就接一個9,一個8 這樣子 那我的LE燈,我再拉回來 一樣,這個接地 這個,我就接到10 這樣OK嗎? 好,那我就先讓大家把硬體的部分先接起來喔 大家的硬體都好了之後,我這就收起來 下面這燈泡我就把它關掉了 就把它先丟掉 這個硬體我還是繼續留著 因為我們真的有 那你看我們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超音波 嗯,把它按下去打開 一樣的硬體要先做連接 也就是我除了有一個開發板 有一個LE燈 是否還有一個超音波 但是腳位要注意一下 這個腳位我剛剛是接哪一個 在這裡 是不是9跟8 9是發射,8是接收 所以這個腳位就是一定要對齁 你不對了,很抱歉 對牛彈琴多好 好,這樣接好了 但是呢 我怎麼知道超音波到底它的距離多長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互動的方法 稍微換一下 燈泡對它沒有用的 我們換回顯示文字 也就是說我希望先知道什麼 超音波距離多少 因為它會回傳一個數字給我們 回傳一個數字給我們 我就把那個數字就顯示在這邊 所以你把這個互動方式改為顯示文字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超音波裡面呢 也沒有一個積目是這個 叫做擷取距離 請問超音波要擷取一次 還是要擷取很多次 是不是要一直發射出去發射出去 我才知道那個距離有沒有變化嗎 好,就跟你開車倒車的一樣啊 那個距離只偵測一次 那你永遠都會撞到嘛 好,那你看 預設它每500毫秒 偵測一次 我們這邊的單位是毫秒 一秒鐘是等1000毫秒喔 所以0.5秒就做一次 0.5秒就做一次喔 所以你看 我就來這邊 請它幫我做一下超音波的偵測 0.5秒做一次 那麼做了之後呢 我希望顯示在這裡 怎麼辦 我們現在互動方式叫顯示文字 所以你找找看我們網頁互動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顯示文字 有 你按的時候 上面這裡就有一個叫顯示 所以我就希望 我有一個東西要顯示出來 顯示什麼內容 超音波所擷取到的距離 它的單位是公分 有沒有 這樣這樣把它丟出來 所以我們先測試一下 看看我們這個超音波有沒有用 按下去 有沒有1 有齁 有沒有一直變來變去的 先不理它 請問有看到如來生長嗎 有看到的對不對 因為這是假的嘛 你站在哪裡 你要站在哪裡 它才會偵測到你 蛤 站在這裡 這樣有變大嗎 哈哈哈 你看那個數字有沒有改變 這樣是代表距離比較近距離比較遠 用手遮住它嘛 這樣了解了齁 可以先模擬一下 真正的時候也是像這樣子 模擬一下 是不是這個數字就有出來了 那待會我們再針對這個距離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怎麼樣 決定要不要亮燈 OK嗎 好 來還給你 先試看看我們剛剛講的齁 你把這個測試的方法變成什麼 顯示文字 好 那麼我剛剛就有發現 可能有些同學你在用的時候 欸為什麼測了之後 它沒有變數字就123一直在那邊 這個呢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老師的部落格 老師部落格最近有寫 有寫這一題 為什麼你的模擬器不會成功 這個 這裡 為什麼 無法模擬 大部分 會有這個問題的 就是你有多的這些元件 有沒有 有的可能你有兩塊板子 或者有多的這個積木 就是那個元件在外面 第一個就是硬體有問題 你有的人這樣一按了 是不是多一個在那邊 沒用到 那對他來講 這樣他就模擬不出來 或者有些人 因為有用縮棒嘛 結果一縮的時候 已經跑到外面去 沒有注意到 那這樣當然 積木有問題 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 比如說你看喔 一般我們如果說 像我這個先停止一下 有些人 欸用了 比如說這個積木 好超音波 結果用了啊好像不對 放不進去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不對的 可不可以硬 硬把它結合在一起 你不能硬來好嗎 硬來太難了 你這樣丟在外面 這樣也不行 我不知道 同學我老師有的 有沒有用過 Scratch MIT的 像我們那個寫層次 積木層次 大概就兩大系統 一個是麻省理工學院的 Scratch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Webduno用的 叫blockley 是Google系統的 好那 Scratch它可以把不要層次 丟在外面 可是blockley 你丟在外面也是有語法產生 所以你要兩種方法 一個呢 真的把它丟掉 第二個 有些人就捨不得丟嘛 對不對 你按右鍵 有沒有可以停用 因為他想說 我就已經組合在一起 我大概想要再繼續用 不要再重新再來 你就把這個題目把它停掉 好就是 你要執行的話 一定要都放在一起 那如果不執行 就一定要把它停用 當然在裡面也可以停用 這樣也可以停用 這個是我們比較容易不成功的 大概就是這幾個原因 你可以做參考